當我連駕火車站滿滿人愁 沒想到出現驚人一幕 一名夫人居然掉到月台下 卡在車廂與月台中間的縫隙 站不起來 只能蹲地等待救援 太誇張了 太陷了 這這怎麼落 車內乘客和站務人員全嚇壞了 大家衝上前想幫忙 先接過女子手機 再接過她的手 試圖將人拉起來 事發在園林抖流火車站 網友紛紛猜測 夫人是不是滑手機踩空落軌 幸好當下火車是靜止狀態 不然可就慘了 救護車載著一名47歲男子 要直奔醫院 他老婆在旁 雖然緊張但也只能堅強 趕快幫忙按住氧氣面罩 男子他專武連駕 到彰化一所國小打籃球 沒想到居然昏迷倒地 還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球場監視器排下 男子他突然間彎腰爆心 随即向後跌坐倒地 動也不動嚇壞在場球友 大家趕快衝上前 一面報案 一面拿出校內的AED電擊器 把握黃金時間急救 再由救護人員接手送往醫院 口吐白沫 發現他肚子有明顯起伏 可是是吸不到氣的樣子 是冰死似呼吸 昏迷4到6分鐘內 可能就會缺氧 幸好大家合力救命 男子在救護車上逐漸清醒 送醫後也順利脫離險境 一個端午假期 打球差點 沒了性命 記者 綜合報導 記者 綜合報導